如何选择对的交易所避免被骗 大家好,我是号称马来西亚最多米妹的男人八七面词频道的主要是讲赚钱加密货币还有视频姐姐的内容 如果你对这些内容也感兴趣的话,记得点赞订阅分享,然后开启小铃铛 这样子我每次上载视频的时候,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然后第一时间观看我的视频啊 然后你玩加密货币,你一定要有用推特,就算你没有请去看 因为有很多消息,第一手消息都是在推特上公布的 如果你还没有欧易交易平台的户口的话 我有一个链接放在说明栏那边,你可以点击注册有很多新人的福利 好,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因为我之前的朋友或者身边听到一些 就是为了摊那个小便宜哦,而去注册那些 不知名的交易平台,完全不出名的 连听都没有听过的交易平台 很危险,我只能这样子说真的真的很危险 不要随意的去用那些不知名的交易平台 OK,我个人是觉得欧易还不错,你们可以考虑使用 OK,先注册,先注册,先注册了过后再用用了 再看如何,我个人是蛮喜欢用的 OK,然后你可以去关注欧易的 这个Twitter的户口已经有一个蓝色的勾勾了 OK,然后你也可以去关注欧易的CEO 我叫JHAU OK,也可以去关注关注一下哦 最近欧易也上了NFT的产品 NFT的Marketplace 我做到很不错一下 一级市场二级市场都可以交易 真的做的很不错一下 我觉得你们可以去关注 然后呢,选交易平台哦 你们可以去CoinMarketCap 我是这样子选的 OK,你们去CoinMarketCap 但也不是说一定要这样子选啊 可以拿CoinMarketCap来做一个参考 你在这里你按交易所 然后你就会看哦 第一名是谁,第二名是谁,第三名是谁 然后你会看到欧易是排在第14名 OK,只要是在20名以内的都可以考虑使用 OK,然后我个人会比较倾向于一个交易所的交易量多不多 所以我就会按这个交易量 所以你会看到欧易的交易量是排在第3的 24小时的交易量是排在第3的 所以完全不输的 看到吗? 虽然它排名14,但是它交易量是第3的各位 好,24小时里面排名是第3的 OK,流动性也非常的大 你看,它流动性500多 哦,这个200多,600多,300多 所以说欧易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平台 我个人是这样子看的 所以如果你用的交易所 没有在CoinMarketCap列出来的话 请你不要用 或者20名 没有在20名以内或者30名以内的 尽量的不要去动 因为真的非常的危险 哦,你的币随时不见 随时平台关掉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记得记得 OK,然后呢 这是欧易平台的什么? 欧易平台的界面 然后你可以换 英文中文 然后有些平台只是英文罢了 哦,如果你简体中文 你看不懂 尤其是台湾的朋友 这里也有繁体繁体中文来给你选择 然后呢 新人当然有一系列的福利 然后话不多说 如果你是新手的话 记得还没有注册的话 记得马上去注册 然后如果你不是很懂怎样用的话 这里有一个新手学院 看到吗? 直接点击 直接一大堆教学 来让你一步一步的去学习如何投资 如何买 如何使用欧易 好不好 好了 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可以帮助到你 呃 喜欢的 喜欢的话 记得点赞订阅分享 然后开启小铃铛 然后希望未来你我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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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 我会更好 相对 感谢观看